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啊 佩琪 你好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它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它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它和恐龙一起野餐 在海底游泳 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 它的一天还挺忙的 结束了 哇 再读一遍吧 我们可以借回家 然后在家里读它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这本书 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的 兔小姐 怕有你 你也要记得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 猪爸爸 我一定会提醒爸爸来还书的 好的 佩琪 我相信你可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琪和乔治 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有红色的 斑马苏姨想接收 还有最重要的是 贴上邮票 嘿嘿嘿嘿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妮 苏西 艾米丽 日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他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琪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琪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的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姨 但在你打开之前必须先送出去 这个程序叫做游地 哦 今天有这么多信件要送出去 我最好现在就开始 乔治和我也可以一起来吗 上来吧 佩琪 乔治 一会儿见 佩琪 佩琪和乔治在帮斑马先生送信 这里是斑马苏姨的房子 这封信是寄给斑马苏姨小姐的 斑马苏姨小姐的 斑马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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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姨的 那封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当然可以了 佩琪喜欢送信 妈妈 看 这些信都是寄给我的 猪爸爸和猪妈妈 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 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佩琪 乔治 回去睡觉 可是现在 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 爸爸 我来把故事讲完 我马上就会下去的 好吧 故事里有男孩 一颗斗鸡 一座城堡 一位美丽的公主 一位勇敢的骑士 还有厨师巫师和可怕的龙 还有一个非常饿的国王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好吧 看来得我出场了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 妈妈 好的 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佩奇 乔治 噓 妈妈已经睡着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公主佩奇 才是最会讲睡前故事的 说的没错 就是我 我们的朋友们 已经带着小熊泰迪 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 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们家 过得很精彩 佩奇和乔治 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啊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位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 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 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呀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 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 来到了超市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虫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这里 真的很有趣啊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 乔治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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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 乔治 哦 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幼儿园的小熊泰迪不见了 爸爸 你把小熊泰迪给弄丢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肯定能够找到他的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丢了 哦 天哪 但我已经想到怎么找他了 我来负责看地图 而妈妈负责开车 你确定吗 猪爸爸 你看地图 我们会迷路的 你就会很焦躁 我们是不会迷路的 而我也不会变得焦躁 出发 风吸宝 好 我们来啦 我们到风吸宝了吗 还没有呢 哦 好高 你们想玩游戏吗 想玩 我们来玩 我要你猜 好的 我先来吧 猪爸爸要偷偷看个东西 然后让别人来猜 他看的是什么 好了 佩奇 我要你猜 这个东西是红色的 红的 我的琴子 它是红色的 不 不是你的裙子 嗯 我猜是车 你猜对了 就是我们的红车 哈哈哈 轮到我了 好了各位 我要你猜 某个蓝色的东西 嗯哼 乔治的蓝衬衣 不对 这东西是在车里吗 不是 猜不到吗 是的 天空啊 就是蓝蓝的天空 我赢了 哈哈哈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们在哪里 但是这条路 看起来好像和地图上的路 不太一样 哦 我说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 我们并没有迷路 但我们怎么从这里到达 凤西堡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嗯 有了 问猪爷爷和猪奶奶 没有必要打给猪爷爷和猪奶奶 就算花上一天我也会带你们去的 我们没有一天的时间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 猪爷爷 我们在去封西堡的路上有点迷路了 哈哈哈 猪爸爸他是不是在看地图啊 哈哈哈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晚安 佩琪 晚安 乔治 我可以听一个故事吗 妈妈 可以 我来给你讲红猴子的故事 但红猴子的故事讲过很多次了 你跟红猴子洗了澡 刷了牙 然后就睡觉了 呃 是的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故事听听呢 蓝色的老虎 绿色的蜘蛛 橙色的企鹅 啊 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 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啊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 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 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 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 佩奇 拜托了 爸爸 读一下嘛 好吧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混凝土 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 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 沙子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 这里有好多书呀 噓 佩奇 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馆里员 你好啊 祝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妈妈 我可以拿点饼干给我的朋友们吃吗 当然可以 你都拿去吧 谢谢你 妈妈 小杨苏西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饼干 太棒了 噓 太棒了 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 没有 只有一个大人吧 大家注意 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 你说什么饼干啊 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 哦 苏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执行秘密任务 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 哦 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 拜托了 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 想要加入的话可不容易哦 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才能够加入 暗号是什么 皮肯尼都努都 皮肯尼都努都 你说对了 你现在加入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心 猪爸爸来了 你去和我爸爸说话 但是关于我们的秘密俱乐部 什么都不要提哦 有人吗 哦 你在这儿啊 杨妈妈 有什么事吗 秘密俱乐部 不要说 哦 我一直都想加入秘密俱乐部 我能加入你们吗 你不能加入我们爸爸 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 哦 我妈妈也是个成年人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加入的暗号才可以哦 暗号是什么 啪啪嘀嘟嘟嘟当 啪啪嘀嘟嘟当 你加入了 那我现在要干嘛 大家小心 猪妈妈过来了 现在去跟着妈妈 一定要秘密地进行 猪爸爸 你好吗 猪妈妈 你躲在灌木丛里干什么 呃 呃 秘密俱乐部 哦 这是给佩奇的藏宝图 乔治呢 可以戴上我的海盗帽子 你好啊 乔治船长 这张藏宝图有点难懂 爸爸 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了 佩奇 这个我很擅长的 呃 确实有一点难懂 哈哈哈哈 我说猪爸爸 你的藏宝图拿反了 当然看不懂了 是啊 我就说嘛 太简单了 红色大叉的地方 就是藏宝藏的地方 但花园的什么地方 有两棵苹果树呢 嗯 我不知道哦 你需要一点提示吗 当然需要 第一个提示是在瓶子里 但是瓶子在哪呢 我看到瓶子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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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瓶子里的纸条 大家快看 这里有一个瓶子 做得好 佩琪 来看看纸条上写了什么 哇哦 这个是海盗送来的纸条 妈妈 你能帮我读一下海盗写的纸条吗 嗯 这个海盗的字写得真难看 我觉得海盗的字写得挺不错的 可是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海盗写得很清楚啊 跟着箭头走 跟着箭头走 乔治找到了第二个线索 摆成箭头形状的木棍 看 指着这个方向 佩琪和乔治跟着箭头走 乔治你看 钥匙 佩琪找到了下一个线索 钥匙 干得好 佩琪 现在只要找到那个被锁住的宝藏 用钥匙打开它 但是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了 也许你们应该再看一眼藏宝图 乔佩琪 这藏宝图上有两棵苹果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只转了八个 我感觉有点累了 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转吧 你会不会转呼拉圈 艾米莉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转 大虾艾米莉在用自己的鼻子转呼拉圈 太棒了 我觉得你刚才可能转了一百个 乔治想要玩跳山羊 乔治喜欢玩跳山羊 大家都来玩跳山羊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游戏时间结束了 林阳夫人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能数到十了 非常好 但是我们只有在玩的时候才能做到 哦 没问题 理查德 艾德蒙 去把跳绳用的绳子拿出来吧 你们好啊 我是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的 爸爸 你来得也太早了 哦 没事的 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哦 好的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从一数到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哦 你看上去很累了 猪爸爸 我没事的 我可以跳一百个的 好主意 猪爸爸 那就数到一百 哦 还是先数到二十吧 好吧 数到二十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 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捡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啊 哎呀 领阳夫人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 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 嘿嘿嘿嘿 student boo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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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di doo doo do 嘿嘿 你好啊 佩德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看一会儿火车吗 是的 谢谢你了 ahorita hop and puff hop and puff bertrain miles on the track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看到信号灯了 那个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们在信号灯的选项上打了一个钩 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哦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壶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噢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靠枕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 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壶袜子 工作室里有很多已经用过的纸 妈妈 纸来了 非常好 猪妈妈现在准备给大家 折一个纸飞机 把纸像这样对折 再将一端的两个角折起来 接着再折一下 做成一个尖尖的角 然后把两边像这样折起来 是纸坐的飞机 来看看飞机能不能飞 准备好预备 飞 竹妈妈的纸飞机 降落到了一棵树的上面 门到我了 佩奇的纸飞机 在一个花盆里着陆了 轮到你了 乔治 乔治的纸飞机 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降落到了鸭子的池塘里 我们来折一个大大的飞机吧 那么我们需要一张很大很大的纸 这里有一张很大很大的蓝色的纸 佩奇和乔治做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纸飞机 爸爸 你们大家好啊 你不是在上班吗 没错 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爸爸 你看我们正在这纸飞机呢 我们做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 哇 真是太棒了 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来帮助它起飞 准备好 预备 飞吧 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飞得非常高 非常远 飞机一直在飞呢 再见了 飞机 哈哈 再见 好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佩奇要饰演的是小红帽 猪妈妈给她做了戏服 猪爸爸在帮佩奇练习 好了 佩奇 你该说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小红帽 非常好 然后呢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太棒了 佩奇 小狗丹妮要扮演的是大灰狼 丹妮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帮她练习 我是一只大灰狼 尽量不要笑啊 丹妮 你应该表现得有点可怕 试着像这样 丹妮 我是一只大灰狼 我要把你吃掉 看到没 是的 你那样真的很吓人 小马佩德罗来扮演猎人 他会从大灰狼手中拯救佩奇 是个猎人 还有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你要说 我要把你赶跑 你这坏蛋大灰狼 快走开 你这只顽皮的狼 非常好 佩德罗 小兔瑞贝卡要扮演奶奶 我要说什么 妈妈 让我瞧瞧 这出剧的一开始 你被大灰狼锁进了柜子里面 然后在剧的最后呢 你被猎人拯救了 然后你就说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瑞贝卡 大家都来看他们的舞台剧了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看我们的舞台剧 童话故事 小红帽 首先 有请我们的演员上台 各位 各位 为了我们的小演员好 请各位家长不要照顾 哦 原来是蚯蚓 虫子 虫子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 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 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一条蚯蚓 虫子 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虫子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虫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最后 我可以用这个堆肥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猪奶奶吧 她现在在果园里面采摘水果呢 那是什么果园啊 就是你能找到果树的地方 在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些果树了 你好 奶奶 你好 奶奶 要和我一起摘苹果吗 是的 奶奶 嗯 这些苹果长得太高了 别担心 佩琪 猪爷爷和猪奶奶摘苹果 是有自己的诀窍的 大家一起来抓住这棵树 说到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用力摇这棵树 一 二 三 猪在下苹果雨 奶奶 我们可不可以吃一个苹果呀 当然可以了 佩琪 嗯 太好吃了 爸爸 这就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哦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啊 可怜的猪爸爸 嘿嘿嘿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嘿嘿嘿 佩琪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嗯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嘿嘿嘿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 嘿嘿嘿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 嘿嘿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嘿嘿嘿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嘿嘿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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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洗衣机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嘿嘿嘿 哦 佩琪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嘿嘿嘿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琪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 有一只小马 它叫做佩德罗 然后它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 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说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 猪爷爷和猪妈妈 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 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精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 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 然后呢 然后 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猪爸爸和猪妈妈 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谁把这个放在这儿的 爸爸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这下面有点黑而已哦 哦 我刚想起来了 手电筒可能在厨房里 哈哈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当然 乔治 你看看我的脸 佩奇在吓唬乔治 别怕乔治 佩奇只是开个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找手电筒 我记得就在这儿附近呢 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幸好 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啊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嗯 准确地说应该是 很久以后 嗯 但是乔治和我 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 啊 为什么开不了了 哈哈哈哈 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嗯 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 妈妈 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 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 然后乔治 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罩着我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嗯 沉睡公主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公主 大家叫她沉睡公主 爸爸 她为什么叫那个名字 我稍后会解释 那位沉睡公主长得漂亮吗 是的 她非常漂亮 她喜欢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样子 我真是太漂亮了 那还有谁住在城堡里呢 嗯 还有 住在城堡里的另一个人 那就是小王子 王后妈妈 还有国王爸爸 说得没错 他们都住在城堡里 国王爸爸的肚子很大吗 当然不大了 他非常的英俊 就像我 除了他们 在城堡外 有一只龙 恐龙 恐龙 哦 是的 那不是龙 那是一只恐龙 住在城堡外的 是只巨大凶残的大恐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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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可能那只恐龙也没有那么凶恶 是不是猪爸爸 对不起 乔治 其实那是一只非常温和的恐龙 它每天都要吃掉好多的草 猪爸爸 哦 抱歉 我假装自己是恐龙 哦 爸爸 为什么这位公主要叫沉睡公主呢 我会讲到的 你看 太阳下山了 星星和月亮升起来了 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变得很困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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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 我找到了什么 恐龙 没错 是一本恐龙故事书 这本是乔治的立体恐龙书 这个是一头霸王龙知道吗 霸王龙好棒 说得对 这头恐龙叫雷龙 这是雷龙 对没错 还有这头它的名字叫三角龙 这是三角龙 念得好乔治 乔治最喜欢恐龙了 爸爸乔治 你们怎么不整理了呀 比赛你们要输咯 哦 是的 还有比赛 快点乔治 把书放回书架上 爸爸 你们整理的实在是太慢了 妈妈和我要赢了 不会的 我们要赢了 我们赢了 不 是我们赢了 我们都赢了 看看房间现在有多干净 好棒 房间很整洁 大家做得不错 妈妈 我们把房间整理干净了 是不是可以继续玩玩偶和恐龙了 是的 你们可以继续玩游戏了 太棒了 我的玩偶呢 你的恐龙先生呢 在这儿呢 恐龙 恐龙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哦 糟糕啊 房间又乱了 哦 哦 好吧 至少干净了那么一小会儿 好了 牙也说好了 去睡觉吧 嗯 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耶 佩奇和乔治喜欢听故事 佩奇睡觉时会把泰迪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 一点也不困 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 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 你们想听哪一个 嗯 我想听红猴子的故事 呵呵呵 好的 那我就来读红猴子这个故事 佩奇和乔治喜欢红猴子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哦 抱歉 猪爸爸 嘿嘿嘿嘿嘿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红猴子 这只猴子呢 洗了一个澡 然后他刷了牙 上床睡觉了 接着他很快就睡着了 我安了 红猴子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我安了 佩奇和乔治 做个好梦 哦 哎 现在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猪妈妈和猪爸爸要去看会儿电视了 接下来要播出的节目是 神奇的土豆先生 我一直都很想看这个节目 神奇的土豆先生他总是随时随地整状待发 他跑得快 他跳得高 他同步睡觉 嗯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了 不过看来猪爸爸和猪妈妈也应该要睡了 咻 苏西 咻 佩奇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有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奇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莉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艾米莉 只要不是无聊的东西就行 那好吧 那个小仙女碰到了一只大怪兽 像这样 太吓人了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哦 糟糕 这吵闹声把斑马爸爸吵醒了 对不起 爸爸 我们在讲关于仙女的故事 故事里面还有怪兽呢 我们很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啊 那只怪兽举起了她的那对大爪子 啊 她的大脚就像这样在地上走着 哦 然后她说 小朋友们伴随着斑马先生的歌声 进入了梦书 看呐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哪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他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瞧 他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辈子 哇哦 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 好了 呃 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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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北极星了 我们海员出海时就靠北极星找到回家的路 爸爸跟着他找到了来这里的路 哈哈哈哈 那么天上还有其他东西吗 有啊 那颗行星叫做土星 哇哦 那个漂亮的环有什么用啊 它是由岩石和冰块组成的 土星上面非常非常冷的 我们可以在上面对一个显然 乔治 快来看啊 这颗是流星 你一定要来许个愿 我希望等乔治长大了之后 有了自己的火箭 他会带着我去太空里面玩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你们好啊 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 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你好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啊小宝贝们 再见 一会儿见了 再见妈妈 快进来看看你们今晚要睡的地方 你们妈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 很早以前的事了 这个就是猪妈妈的床 是弹力床 你们和猪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妈妈也在床上跳来跳去吗 当然了 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 猪妈妈小时候和你们一样很淘气的 真的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花园里看看猪爷爷怎么样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你好啊佩琪 你好啊乔治 过来看看我种的葫芦 猪爷爷对自己种的蔬菜感到非常自豪 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 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 天哪 我的生菜去哪儿了 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 没错 就是它们 为什么稻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 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 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 怎么回事啊猪爷爷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 什么朋友啊 汤姆 迪克 还有哈利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 猪奶奶养了几只鸟 哇哦 打个招呼吧 这是杰米玛 莎拉 还有凡尼莎 你们好 还有这位是纳维尔 纳维尔是一只公鸟吗 是的佩奇 它是小公鸟 这只鸟最坏了 它把我的蔬菜都刨掉了 它连苍蝇都不会伤害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可以表演啊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绳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 全部消失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敌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 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她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 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地吃 我知道吃得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苏西 佩奇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 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由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奇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莉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艾米莉 只要不是无聊的东西就行 那好吧 那个小仙女 碰到了一只大怪兽 像这样 太吓人了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哦 糟糕 这吵闹声把斑马爸爸吵醒了 对不起爸爸 我们在讲关于仙女的故事 故事里面还有怪兽呢 我们很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啊 那只怪兽 那只怪兽 举起了他的那对大爪子 他的大脚就像这样在地上走着 然后他说 一闪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小朋友们伴随着斑马先生的歌声 进入了梦乡 我们能听一下吗 可以 我们好多年都没听过了 这个让我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来吧 佩琪和乔治来跳舞吧 猪妈妈来接佩琪和乔治回家了 有人在吗 你们在哪里啊 猪妈妈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什么声音啊 妈妈 你们好啊 我们在听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唱片 一起跳舞呢 是的 猪爷爷猪奶奶过去总是放这个 这里还有一张唱片 是我小时候一直会听的 是什么呀 它叫做鸟儿鸟儿汪汪 别再放鸟儿鸟儿汪汪了 你总是喜欢放那张唱片 我还以为我们把那张唱片扔了呢 我还以为我们把那张唱片扔了呢 这真是太好玩了 但是我们本来是要找些东西扔掉的不是吗 佩琪 什么该被扔出去 什么该被留下来 我觉得你应该留下 所有的东西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他带着他的睡衣和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哦 我的朋友们已经带着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们家过得很精彩 佩琪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喂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琪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茅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这里真的很有趣啊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乔治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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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乔治 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好香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这是太恶心了 佩琪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妈妈 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赫罗伊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的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小猫坎迪 小杨苏西 小兔瑞贝卡 和斑马苏仪来了 你们好 为什么乔治会在这个玩偶手推车里 这不是乔治 他是一个猪宝宝 那他就是乔治不是吗 乔治是在假装做一个猪宝宝 哦 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 是小女孩 不是 乔治并不想做一个小女孩 那好吧 是个小男孩 我带了一些饼干 猪宝宝是不是想要来一块呢 哦 不行 他现在吃不了饼干 乔治喜欢吃饼干 那么就给他一块饼干 他可真是聪明啊 长得也不错 他还非常的有趣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太好了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 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 佩奇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一 二 三 四 四条蓝色的腿 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 猪爸爸 这下装好了 做得好 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 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 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 还有很多板呢 哦 糟糕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 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 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 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呀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 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 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 斑马先生 哇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我今天是一整个玩具柜装 我来说明书看 我看你这些玩具柜装 我来说明书看 你一遍 我说明书看 我看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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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遍